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大家好,我們對談時間又到了 我們兩邊都是,後面都是見到延樂施政 對我來說這個都是一個很傳奇的小組織 就是以為沒有了,他們站出來 可惜現在就抓了,簡直是國安法 過程是怎樣?你先介紹一下這件事 雖然大家都,很多人是沒有 包括我,好像沒有什麼心機講這些事情 已經覺得很沉重了 連小朋友這樣表達一下意見都不行的時候 但是這件事究竟是怎樣的呢? 這個過程你先略作介紹呢? 我想在講這件事之前 我們首先介紹一下延樂施政的組織 延樂施政其實是一個怎樣的組織呢? 大家很不出所料的 延樂施政其實它不是一個成立了很久的組織 它是差不多在國安法 我已經十多層上的2020年5月成立的了 當時是2020年的5月20日 其實當時反送中運動 因為區議會大勝以致疫情的原因 其實已經刁談了 但是延樂施政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下去成立 其實是令到很多日是大跌眼鏡的 它成立了之後 其實是繼承反送中運動的一些不同的理念 例如看到了 延樂施政也就是延樂施政的召集人 寫上急在囚手足 或者其實我們看到它還有很多其他活動 例如不要用安心出行 叫人去支援這些不同的手足 或者其他的一些對於顯然是政府不滿意的行為 然後當然還有反送中涉起上次 以至其他很多的例如拯救十二港人這類的活動 其中一個最受公眾關注的就是 他們協助這個在囚人士收集物資 這樣寄給那些在囚人士 在這些工作裡面 其實就令到組織算是在年輕人 甚至是在全國政權上 都算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 當中最重要的成員 就包括召集人黃逸戰 發言人黃婉林 秘書了陳即森 和前成員朱衛盈 朱衛盈他本身是浸大學生 他因為參選浸大學生會 而退出延樂施政 但是這次的事 他也一樣是被捕的 我們對他這幾個小孩真的所知不多 但是現在鄧炳強也沒有出來說 他們有什麼外國勢力支持 他們做的事也是很普通很濕碎的事 最多在街頭坐下 都是作為正常民主派的正常的立場 正常會關注的議題 那就抓了他 現在好像之前抓過 不過就是踢了一步 可能之前就沒有什麼法律上的依據 說他們有什麼不妥 最多是坐街那些 變成就不能夠告他什麼 但是為什麼要再抓他呢? 我覺得就跟這個唐英傑案很有關係 因為那件案就是 《張國安法》就是第一件案 很不清楚地給了一個權盡 執法的人解釋到 就是你可能是 那句口號就已經是 那這句口號我想 沿洛思政是有用的 支持這個光復香港 那就已經說是犯法了 給了一個濫捕的 好像是理由的藉口給這個警隊 警隊就沒有權都用到盡 有權不是有權都用到盡 不清楚的權他都夠膽拿來用的 不是現在 抓人封艇 還根據《國安法》 那些法官還不能保釋 十幾歲的人全部都 香港搞到這樣 我們當然都很沉重 也都很憤怒 當然的了 這個沒有人會認同這樣的行為 警察國家白色恐怖這些 這個政府就不管我們罵這些事情 就是厚著眼 尤其是鄧炳強 那就好計的了 暫時香港就是這麼惡劣的情況 但是這件事呢 你怎麼看他們這幾個組織 你好像做了一些研究好 學習好 看過他們的資料 你好像看到他們是 和其他人 因為他們肯定 和我們所謂的本土派沒有什麼 和民主派沒有什麼 他們更加像是黃婆婆那類 自己幾個人覺得要行動 就走出來 這個起源好像當年黃之鋒 黃之鋒和他的同學 兩個 就是那個 不記得那個名字 都是拉玉來的 就是說 覺得 社會這樣不行了 教協那些人 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國安教 就是國民教育 開始出現了 他們覺得不妥了 就覺得 現在那些社運組織好 民主組織好 就好像說 這樣不做的 他們結果是自己出來 自己上街 就十三四歲人 十四歲人 就是黃之鋒走出來 看見 然後施政就很有他們的影子 就是八年前的影子 很奇怪就是 為什麼現在的小孩 那個獨立性是這麼高 就是他們自己想做就做 當然這個就是 香港才有 公民社會成熟的現象 越老的人就越不想做 越小的人就越膽 不顧一切就衝了出來 就是大引了一個這樣的社會的潮流 風氣 這樣 縱然好像有一些 燈鵝撲火的味道 但是畢竟他們做了 畢竟他們現在都是成為新聞的 焦點 那你分析他們的成員的背景 你是不是有些特別的看法 嗯 其實如果大家是近六年前已經開始有留意 香港的時事呢 相信都一定對超有懷事件就進入身了 超有懷事件是怎樣的事件呢 超有懷事件 超有懷其實就是一個來自內地的一個新移民 那他究竟是不是新移民呢 其實難聽一點就是非法移民來的 因為他爸爸媽媽都不是香港人 而他自己呢 也都不是香港人 而是他經過他住在他外婆的家裡 而他外婆是香港人 那但是他自己就在香港那裡 非法居留了9年之後 這樣他就最後由於他的外婆 真的照顧不了他了 那所以就決定去自首 那就發現了原來他在香港留不住在那裡 那當時他自首了之後呢 那當然他就需要首先去正式入學先 那我就入學這個孔教大城小學 那當時熱血公民 那就數實未成就去反對這個叫做超有懷入學 那就說啊 偷渡 偷渡 賣港冊 大城小學知我同學在人蛇 非法人蛇 賣弄悲情 那當時的事件引起軒然大波的 那其實看回大家的想像很可能就是覺得 新移民或者雙飛而同就是會好像超有懷那樣的 或者他們都是會 就是他們本身和中國內地是有較多的欄 所以那些人可能會覺得他們應該的立場是會比較親共 和比較拜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套的 但是呢 今次的賢鶴私席事件呢 有一樣東西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戴著眼鏡的 那就是呢 召集人王日戰呢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他這麼好 他其實是在這個四川省出生的 是的 在四川省的瑞寧市出生 去到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呢 意思就是去到這個叫做十一歲的時候 才來到香港的 大家看了就是01年出生 其實是去到2012年 就是正是黃之鋒出來反國教的時候 才下來香港的 其實就是這一批差不多超有懷這一代的人 其實就是00後 好 而另外一位呢 都很重要的成員 他是前成員 因為他已經退出了延學施政 之前參選過執大學生會內 學生會大日最後組不成章的朱衛瑩 這樣呢 雖然他在香港出生 但是他其實就是當年 罵到忽忽騰騰的雙悲兒童 就是他爸爸和他媽媽呢 都不是香港人 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仍然在研究著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整件事是很顛覆我們的想像 我們會認為 他們一定是要這個叫做 是要土生土長 他們才會愛香港的 他們在中國內地出生 四川省都出生不是應該愛四川嗎 但是他們用行動去證明了 他們似乎是有很不同的立場 這個我都觀察了很久了 其實隨便講最勇武的人竟然 就這樣說都不是在我出生的人 你說接觸過來的年輕人 我在中大教學的時候都見很多 當然都還有聯繫了 他們百分之百香港人 但是他們都是差不多中學才下來的 就是那時候去做大學的時候 可能他都是中二、中三下來了 幾年他就來了 之後全部都是比我還香港人的 基本上 所以香港人的定義究竟是不是 和你在香港出生這樣去劃分呢 無論在外表上或者文化上 不是的我發覺 就是他來了幾年可能他感覺自己是香港人的情懷 是比香港人自己強強的 這個我都是覺得很奇怪的事情 甚至他表現出來 我們講過是嚴若夢 他都是覺得來了香港幾年而已 他還在大學裡面做事 但是他覺得就是感動了 給香港人 就是 反送中那時候的行為 他來了兩年 他已經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就是同一個思想了 已經 那麼 還有 就是在 你不要計劉慕雄那些 他當然是游泳下來 就是說 你說是 雨傘 不是雨傘運動 就是 魚蛋革命那次 就是16年那次騷亂 判得最重的那個盧建民 其實他也是大陸下來的 他不是在香港出生 年紀最大的那位Sam哥 一樣 他都是移民 年紀小的那一代過來的人 他們認同香港遠遠大於中國 那 梁天琦都是過來的 在時代地 山東還是山西 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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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當然 你 文化上 我們完全覺得他是香港人 甚至有很多 印巴的我們都不介意 他只要說很多話好 就很有親切感 我們就覺得是香港人 這個這樣的現象 香港人這件事情 其實就並不是以這個 是不是在那裡出生來講 當然啦 你說去到一個層次 是捍衛自己的地方 而出來冒險 好像閒鑊施政那些人那樣 照計就是不容易的事情 正正奇怪呢 在本島派裡面是很多 其實是新移民 這個現象是很獨特 很獨特 當然我們沒有什麼有系統的文献 沒有人去研究過 甚至沒有人去 怎麼樣 零星的訪問也有的 但是就好像沒有人去 去想一下或者去分析一下 為什麼 他們愛香港 比我們愛香港更多 香港人愛香港呢 那 就是這樣 作為普通的一些 常識的討論 你自己的看法又怎麼樣 就是你覺得 我想啦 其實什麼時候會知道自由的可歸呢 就是在失去自由 我就才會知道自由的可歸 等於什麼時候才會知道空氣的存在呢 當你沒得吸氣 我就會知道空氣的存在 我相信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其實所謂身在福中不知福 香港其實太多的人 例如很多的藍絲 他們其實是很奇怪地 他們其實是真正的土生土長 他們真的在香港出生 就指他們父母都是在香港出生的 這樣其實看回 就是因為他們其實不知道 沒有任何事情是必然有的 沒有任何事情是沒有緣無故地會出現的 但是相反呢 這些類似新移民或者雙非 其實他們第一 他們的生長成長的環境 一定是遠順於本身 一早就是香港的人 所以他們是會對於很多的事情 是會有對於社會的不公平 社會的剝削等等 是會有更深的感受 這個刺激一 第二 他們在這個叫做中國內地的生活 他和香港是會有很鮮明的比對 他們會看到了 其實在內地的政策裡面 其實香港這樣現有的自由 其實已經是非常之歡心 和對他們來說是非常之奢侈的 所以他們更加知道這些事情是需要捍衛 而不是無端端就會有 從天降落 好像下雨一樣來的 其實整體來說就是 他們才會去明白 究竟有些什麼事情是必然 不一定是一定有的 所以其實香港很多的人 其實他們由於他們是在香港的盛世上長大的 甚至他們的父母也是 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自然就會知道世界其實很危險的 當他們發現了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他們的做法很簡單 就是馬上走 所以我們看到這麼多的人會去移民 其實不是無原因的 我相信 是的 以前他出生不在香港 或者他是逃亡下來香港 或者他是害怕的 所以移民 那些人移民走得特別快 和下奪決心比我們更容易 我們很多 我們反而在我出生那些 始終覺得都是 不是這麼輕易會離開的 那 說回這幾個小朋友 這幾個小朋友 現在這樣的處境 那似乎他們就沒有什麼後悔了 而且但是他們究竟 就是 明明那種危險 好像我們就比他們更加了解 這個危險 如果他們不管危險 也都不明白危險 證明他們真的比我們更愛香港 所以他們才有這麼 就是義無反顧的行為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 就是最詫異的地方 那 但是沒有辦法 現在我們面對這樣的情況 只能夠有些 就是唏噓 希望他們那個 結果是好些 他們得出來 就是我們努力就是要的 就是比如你法律的事情 就是盡量跟他們爭辯 我希望拖累一些 那個政議員在後面 這個國安法 都不應該繼續存在 這個可能我想得太樂觀了 但是呢 是不是一定要用 用這些 針對這些小朋友的做法 去打壓香港人呢 我想就只有激起更大的 就是一般人 反思和反感 究竟現在我們的社會 會是否容疊 有些人表達一下這樣的意見 就是你警察是否就是這樣 這樣去所謂的執法 那警察背後都是共產黨指使他們 那一個社會 弄到是這樣的的時候 這樣延續下去呢 這個社會 那這些似乎就 現在拿著權的人呢 就沒有 沒有法制有答案的了 但是很多人都沒有答案的了 我們就有嘗試去想一下 那個結果是怎樣 那你怎麼評價整件事呢 宏觀地說了 我想啊 其實我自己 因為我都很 某程度上都是一種 大致上我覺得都差不多是很肯定的看法 其實很多時候呢 對於本身大權在的政權來說 很多時候由於權力過多 或者其實都不要說政治 其實都不是不單止政治 如果有資源 是很多資源的話 那其實在很多時候 是不可以去珍惜怎樣用資源 結果呢 很多時候 那些資源 很快地用完 到最後是真的饑荒了 是沒有資源了 整個形勢變了 然後就不懂怎樣去再運作了 那這件事也是所謂 為什麼會有富不過三代 為什麼所謂花毛白日紅等等的現象發生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敗家仔呢 就是我們看到了 我們都可以開一開名的 就是鄧成波的兒子 就搞到現在 他老爸 就有些網盤在那裡笑他 哎呀 你擊死了自己老爸 這樣 其實這件事當然了 到最後現在我們看到 這個鄧成波的集團不斷在賣樓 其實大家都知道什麼原因 但是關鍵就是 就是了 當資源太多 或者任何的權力都是一種資源 都是一種懷孕權 當太多的時候 在順勢順風的時候 不斷去融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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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 那時候呢 其實去到真的逆風的時候呢 究竟還能不能動呢 可能都是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用慣了粗劍大劍的時候 那時候把大劍突然爛了 要用短劍的時候呢 這樣其實是上不了戰場的 就是有一套很經典的動漫 就叫龍珠 這樣當時呢 那個主角悟空和彼達 他們其實是不會在 一般的地球表面上在那裡練習的 他們會找一些引力室 去令到地球的引力室 是會有幾倍的引力 然後他們才可以開始練功的 那自然在地球正常的環境下 他們就會嚴負添疫的 但是如果相反是月球上面的練功 根本你的骨頭都不需要去用力 你都可以出到招的話 其實你去到地球怎麼可以做到事呢 就是之前都有研究顯示了 那些太空人在太空裡長期執行任務呢 因為沒有了地球引力去影響他們 導致了他們的骨骼落到地球之後 是特別脆弱 他們很多都要去接受一些和骨科有關的治療 去糾正骨頭 令到他們適應地球的環境 因為月球的引力得到地球的六分之一 所以其實在這種情況下 這樣現在的執法部門 或者現在的整個體制 覺得現在是非常之成功或者順風呢 其實他們是忽略了 在時間不斷轉變之下 其實形勢一有變的話 這樣事情可能會很突然 對 我們只能夠拭目以待 這條片就沒有計算了 今天就不是太高興的講這些題目 所以就好像不是那麼多東西講的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很關注 這幾個小朋友的案件 現在又沒有612基金 不知道哪些人可以幫他 但是我相信始終 既然發生了香港 一定有人願意去幫他 希望他們能夠沒什麼事 或者我反而是希望他們 可能拖那件事拖長一點 那我覺得就等政治氣候變 這些全部都可以變 那我就沒有什麼講了 你還有沒有什麼需要補充呢? 要不然我們短一點都沒有問題的 這條片 其實我猜之前我都在自己的頻道 講過為師必決的道理 其實很多時候 為師必決的關鍵 其實就是因為如果沒有了缺口的話 那些對手就會拼死反抗了 今天其實也有另一件事 就是這個九龍區議員的宣誓 都可以在這裡補充一下 就有一個10位區議員 被人要求去詢問究竟他們的宣誓是否有效 那其實這個詢問其實是DQ的前奏 因為DQ前是一定要詢問的 那其中呢 就包括民主黨副主席 被指是力主參選的梁逸廷 那其實梁逸廷究竟會不會被DQ呢? 在現在的勢來看呢 既然蘇日恒都可以被DQ 梁逸廷更加也都應該是會被DQ的 其實看回 還有陶謹申 是陶謹申 其實這些人都是很有機會參選立法會 如果他們去參選的話都有機會的 那當然了 現在其實還有其他人有機會參選立法會的 但是問題是梁逸廷被DQ做民主黨 作為一個香港這麼重要的招牌 其實他們參選的機會都是非常低的 如果政府是真是懂得為什麼去處理好 現在這個所謂的原始選舉制度呢? 其實去DQ蘇日恒 DQ梁逸廷 DQ陶謹申 以至接著很可能都會DQ抗進語 其實從來都是一樣很錯誤的決定來的 他們這樣做是直接導致了 我們上一集都很分析過了 如果他不DQ這些人 可能會有四五成的投票率 有五成都好 不會過不過半 但是問題是如果沒有了民主黨的參與呢? 其實很可能是剩下三四成的 所以看回這種情況其實 他現在去DQ多了幾個人 很可能他是更加政治地正確 但是問題是 究竟他對他四個月後的遊戲 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其實明眼人 或者有少少政治上的常識的都看得出 如果再DQ多了幾個人 民主黨真的不會參選 或者那些人DQ了之後 已經是說明是五年來不得參選 其實都DQ了令到他們沒有參選 那誰去大風向叫民主黨去參選呢? 即是現在你說明都說明 如果民主黨不參選會退黨 但是那些有能力會參選的人都被DQ了 其實這個問題已經不是出在民主黨 是不是要參選 而是他根本連派人去參選 就算他很真誠地去參選也好 但是他都沒有人參選 所以其實這次政府這樣做 究竟是策略錯誤還是策略正確呢? 那都很明顯答案寫在場上的 但是從這些角度去分析一下 就會發現 其實所謂這些就是為私而不留缺的結果 這個一下子DQ了 對接著下一個戰略是會有錯誤的影響的 其實這種情況我相信 是接著是會不斷不斷地陸續地不斷地上贏的 好 那為什麼是這樣呢? 我看到可能拿拳那些自己都不知道幾個月後自己還能夠做 可能就是這麼簡單的 他都無心想長遠的事情 香港搞得這麼混亂 原來都是一件很可歎的事情 但是沒有的 永遠這個世界就是亂中有序 我們很奇怪的 亂緣又靜靜 亂緣又定定而又亂 我相信是 我們講歷史 就自然看到很多香港發生過的事情 如果現在再發生 我想嚇死了很多人 但是我們在歷史裡面發生過 然後活過來 社會又繼續發展 今天是會有很大的波動、衝擊 可能在將來來看 今天的波動才是豐富了歷史 就是很多事情不是必然 以前當作是必然 以後就不會當作是必然 那就有經驗了 民主都是一種很重要的經歷 太過順利、太過平靜的民主就意義不大 好 今天先講到這麼多 短短的好嗎? 好 就這麼多 好 拜拜 拜拜